今天接到一个电话 是一位女士 她想请我做她的移民面谈翻译 我问了一下她的情况 她来了之后通过熟人找的律师 但是后来律师失联了 我说那是什么律师 不是律师吧 是中介吧 有好多都是中介 说是律师其实不是律师 我说你去过她的律所吗 她说去过 她说在一个酒店里 但是后来这个交换前 这个人就联系不上了 然后她的A号码找不到了 就是Alien Registration Number 外国人登记号 因为所有申请移民的 来了之后都会得了一个A号码 就是移民局根据这个进行登记 就像身份证号一样 让我帮着她查A号码 是一位女士 她以前是在Sacramento 三个馒头的那住 我说那你之前的地址 哎呀她现在在三番市吧 因为电话里也没说太清楚 我听她的口音 我就知道她是哪人 她说已经来了14个月了 然后律师失联了 我说律师一般都是 老美这边的律师 很多都是交了钱之后 就基本上联系不上了 主要用于时间 律师的时间主要用来发展新客户 对那些老客户交了钱的 已经上了钩了就 这个话这么说一点不太妥当 但事实上也是这样 像我以前在美国这边的移民律所工作的时候 那个律师就是收了钱之后 就客户都不认识了 客户再来 他说你是 客户交了钱之后 要约律师咨询呀什么的 律师说没时间没时间没时间 但是对于新的没有交钱的 总是有时间啊 这是我们圈内的潜规则 圈内的规矩啊 挺有意思 也很感慨啊 就是被人骗来骗去的吧 很多新华人就是这样 大概率吧 他所说的之前的那个律师 就是个移民中介 他的朋友呢 给他七拐八招 介绍了个酒店里边 我说律师怎么能失联呢 他有律师号啊 什么编号啊 有律师证什么的 律师牌照什么的 反正他也说不清 反正就是失联了 结果来了美国十四个月 居然连自己的A号码都 没有了 公卡也没有 哎呀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所以 来了美国之后 你认识的第一个人很重要啊 疫情前的时候 我是 经常给人做移民面谈翻译 疫情期间基本就不用了 那时候移民局 他的进程都暂缓了 而且当时从个远程翻译嘛 现在呢 疫情结束了 然后又是 有人找我 我就 有时间的话 我就帮着弄一下 但是实际上我已经 退出江湖了 不愿意牵扯这些 法律程序方面的事情啊 觉得没意思啊 觉得对自己的这个灵性 是一种伤害啊 那有的时候人家求你了 你就得想办法 把人家把这个事处理掉 处理掉的时候呢 就得用一些 方法啊 这个方法有的时候 会有点过利啊 有的时候会顾不了那么多 就类似于抢救一个人 用这种人工呼吸也好 用这种奠基也好 对吧 这个看着观感病不好 但是只能这样没办法 或者有的人他 中毒了 催吐啊 你就得用这种看着很野蛮 很粗暴的方法啊 没办法 这两个大帅哥手拉手 情人节啊 老美这边咋整 希望 哎呀 没办法 就是 有一种认知方面的烈士啊 就是很多华人呢 到了美国之后 因为英语不懂 这边摸不着门道啊 就一种认知方面的烈士啊 就是东躲西藏那种的 受欺负了 也不敢声张啊 就只能忍着啊 不容易 没啥意思其实啊 像我还行 我有懂英语啊 我有美国这边的法学收入学位 我还可以在这边 考美国律师证都可以 但是呢 我不感兴趣啊 哈哈 我对法律不感兴趣啊 没有兴趣啊 这边有点烂了烂营了 乱了营了 青春节这天人还是挺多 这边警车在这儿闪着灯 这个大剧院有演出今天啊 情人节的演出 我记着在疫情前啊 我去移民局碰了个小伙子 戴个眼镜啊 像个书生一样 华人 然后他是来了之后一直绵面谈 在那着急要见那个supervisor 要见那个领导啊 然后窗口的人说 领导今天不能见啊 领导也太忙 他非得见 然后并且说 意思说就好像那个表情啊 就好像有点要在那睡 赖着不走那种架势啊 然后工作人员让他走 他不走 就在那站着 然后还那个好像咬牙切齿那种的 后来我赶紧跟这个 把他拽在一边啊 我说你最好别这样 因为他的英语是二把刀英语啊 会几句 但是也就是什么OK Yes No这种的 我说 你这个尽量不要跟人硬刚 对你没有好处啊 这个可能是芬太尼的这家伙 看他的姿势就这样了 我说你别硬刚 对你没什么好处 你在这块 你已经把你的信息 告诉移民局的窗口工作人员 已经知道你的名字 给你记成一笔也不好 然后我马上我把他拽在一边 后来我跟窗口说 我说对不起啊 我替他帮你道个歉啊 就这样的 你别生气啊 他有点情绪激动 我会安抚他一下 移民局这个老外 情绪才缓和一些啊 要不然他就 他都说了 你要再啥 我叫Security 叫着保安了 然后后来呢 他面谈的时候 我给他做的翻译 也挺有意思啊 他那个 这个人其实我帮他忙了 但是他有点不太讲究 然后在面谈 我都去了吗 到那面谈的时候去了 到那之后 你给这个费用吗 他说想面谈之后给 我说这个都得面谈钱给 你要面谈钱不给 我就走了 没办法他就给了 所以说人啊 就是这样 人性是很恶劣的 你帮他 他实际给你玩心眼啊 这种的 然后给了之后 因为那个情况下很紧迫嘛 但是在洗手间啊 给了 给了之后 完了面谈完了 我就走了 然后他开始呸吧的 他说其实别人 没收这么多 别人有三百的 你咋收这么高呢 我说我这个 经验嘛 对吧 就是说就跟医生 不同的医生 有不同的挂合费 对吧 这个确实不一样 我说你 其实 你可以选择那些 对吧 三百的二百的什么的 别人 别人下三百 你这咋要这么高呢 我的心里说 我说我就这样 你爱找不找 这样 完了后来他会说 我感觉你翻译的 也不那么太好啊 因为他不懂英语嘛 我说那你 哎呀 你你随便吧 我说我走了 我忙着了 他想跟我说什么 我就直接把他手机拉黑走了 也挺有意思 就是人性 这就是 所以呢 其实我不愿意跟别人交往 就是这个道理 还有一次去洛杉矶 洛杉矶当时我的频道还没有被油管限流啊 当时很多观众嘛 然后当时之后有一个观众联系我 说他的案子 找的这个律师 然后也是面谈方面没有动静啊 想问一下 律师不管他 实际是中介啊 后来那个中介还说 那个啥 我们打算给移民局写信问你的案子 他说那个中介啊 说要给移民局写信问他的案子 我说移民 那时候洛杉矶移民局要这样搬家呢 我说移民局要搬家写什么信啊 我说这个也不用写信啊 你直接问就行了 后来我带着他 我说你跟我走 我带你去 我带他去一趟移民局问的 结果跑了一天 他办完事之后我又走了 他又回首又找我 我又帮他处理点事 处理完我走了 饿得不行 然后他也没付钱 也没请吃饭 我就是搬帮忙了 但是觉得心里很不得劲 觉得心里 他有点没意思啊 就是说 因为走的时候 他不跟我打招呼嘛 一个手揣在裤兜里 一个手斜着站着 一个手那么很随意的打招呼 好像打发一个人一样 觉得挺没意思的 所以后来 其实我不太愿意帮着这些人了 没意思啊 真的真没意思啊 退出江湖 已经不想牵扯这些事情了 除非是万不得已啊 对方实在找不着人了 我才出山 否则我就隐退了 真的隐退了 没意思了 真的没意思啊 这个梅子 这个伞透明的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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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